在我的斜槓人生當中 我是一個活動主持人 然後我也是一個媽媽 我是這個彩虹光療癒中心的創辦人 身心靈的療癒的工作者 尤其在當了媽媽之後 在我下班之後 我就是全職的媽媽 我曾經算過 我拿過最重連同嬰兒大概是20公斤 然後就這樣爬四樓 然後在這麼多的一個斜槓人生當中 其實我覺得我在當初最早的時候 我迷思了我自己 我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但為什麼我是完美主義者呢 因為我在乎別人對我的眼光 我對自己的分數是建立別人幫我打的分數身上 我會在乎我老公對我的看法 我今天是媽媽的時候 同樣的我也會去想說 其他的家長怎麼看我帶小孩 我的細節是已經嚴重到 我連陌生人的眼光我都會在意 很奇怪 我的表現真的需要他們的肯定 才能夠被肯定嗎 所以我就開始了我自我尋找 我自己自我的一個旅程 然後我開始學習了佛法 它其實是有很多很科學很邏輯的理論 可以去幫助我們尋找內心 所謂身心靈就是像是 林極限他的四句話 對不起請能量我 謝謝你我愛你 然後以及很多一些相關的身心療癒的課程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有時候我在幫別人療癒的過程當中 我也在做我自我的療癒 我開始慢慢的 好像看到我自己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對於我自己的內在 我終於開始覺得我自己的身心靈 有合在一起的感覺 我覺得在斜槓的人生當中 不管在工作 不管在家庭 不管我是任何一個角色 我覺得我們就是要成為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都想要成為我們自己 想要成為的那一個人 那你就要問問你自己 你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你 你現在可能是媽媽 你是女兒 你是學生 那麼我想要問一下我們在場每一位朋友 你是誰 在斜槓的人生當中 不管是在工作 在家庭 不管你是任何一個角色 成為你自己 這樣你才能夠認同你的價值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斜槓的人生當中 成為那個最驕傲的自己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謝謝Mina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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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